6月22日晚8时,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银川市新庆区复阳烧烤店燃气爆炸事故情况 发布会开始前,全体在场人员向遇难者进行默哀 请全体起立,向新庆区复阳烧烤店发生燃气爆炸事故 这是宁夏多年来最为严重的安全事故 代价极微惨重,教训极其沉痛 我们深表痛心,深感内疚 在此,我代表银川市委,市人民政府 向遇难者表示沉重哀悼 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及亲属 表示沉重慰问 向全市人民表示深深的歉意 6月21日20时40分许 复阳烧烤店发生燃气爆炸事故 消防救援队伍等救援力量先后搜救出被困人员38人 22日30许,现场清理完毕 未发现其他被困人员 4时16分,现场救援全部结束 截至22日60,事故已造成31人死亡 6人正在全力救治中 目前生命体征平稳 另外一名伤员因伤势较轻 先期自行离开事故现场 并就诊于迎川市第一人民医院 于21日晚规范处理后离院 持续对31名伤员给予心肺复苏抢救 采取胸外按压、紧急气管插管 呼吸机辅助通气、开通静脉通路、药物复苏等治疗措施 持续抢救4个小时以上 在现场救援中 宁夏各部门加强现场处置和管理 紧急把烧烤店附近两栋住宅楼 4个单元、64户居民疏散安置到周边酒店 指派专人做好情绪安抚工作 防止发生次身灾害 目前,我是紧急成立应对处置清静区 复原烧烤店燃气霸达事故的指挥部 调集各方资源力量 设立医疗救治、散户处置 风险允患排查整治、追责问责等10个工作组 精准开展家属信念、情绪输导、法律咨询等工作 最大限度的给事者以尊严 给家属以伟级、给群众以保障 据介绍,22日中午 国家应急管理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卫生健康委 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联合工作组 火速来营开展工作 我们将紧密配合 尽快彻查造成事故的深层原因 依法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绝不姑息 目前市委已启动问责程序 公安机关与居法会 爆炸事故中的烧烤店的店长、股东和工作人员 公里九名进行了控制 并冻结了其资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